What's up, dog? 5年,没有回国,5年之前,这个线上用手机付费,什么阿里Pay也好,或者微信Pay也好,都是刚开始,但现在完全就是基本上是所有的地方,所有地方连这个摊贩都用这个线上付费,就是阿里Pay也好,或者说微信Pay也好,用这个二维码这个,你说它完全百分之百的不收现金,我觉得也不太可能。 但是呢,入乡随俗嘛,对吧,咱回去之后,而且确实你用这现金,带一堆现金不太方便,而且扫码这种对商家也好,对你来讲也是比较方便的,而且你回去用现金,商家很多的确实没有准备好,但是你说它完全拒收,这我也不知道,因为我回去也没有用现金,没有用过一次现金, 只是在机场的时候,因为我当时还没有设定微信Pay,所以说呢,用了现金,像机场这些地方呢,收现金是没问题的,但是你如果去当地的一些小的商铺,也许会有问题啊,但是呢,还是说啊,入乡随俗,大家都这么用啊,所以说呢,把它设定一下,也比较方便,你可以背两个啊,现金或者这个,这个微信或者阿里,看咱们怎么办, 但是呢,这个呢,我说这个设定的时候呢,是非常重要的,OK,一定要注意啊,一定要注意这一点,注意什么呢,就是绑定信用卡啊,我们说在美国这边呢,我说在美国这边呢,以我为例啊,在美国这边呢,我一般你可以绑定你的debit卡,或者credit卡,或者信用卡,或者这个银行卡,银行这个叫什么, debit卡,借贷卡,那个debit卡和credit卡,OK,绑定的过程啊,我说的非常简单啊,我先跟你说一下啊,有人说我说的不清楚啊,说就是,打开微信啊,英文版的,我是啊,微信,然后下面有个me,有个我啊,打开我之后呢,上面有个service,你点service啊,service它有一个什么,你的这个这个密码,什么呢,你要设一下啊,这之后,然后呢,它有两个,一个是money,一个是wallet,OK,就是一个 就是钱,一个是钱包,你点这个钱包啊,wallet,你点钱包的话呢,下面就是bank card,银行卡,你再点银行卡的一个选项啊,你就可以绑定你的银行卡,或者信用卡,就银行的这个卡,debit卡,或者credit卡,当你绑定的时候啊,这个微信会给你发一个验证码啊,这个验证码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说,你是本人是用这个手机的啊,是电话号码,是你本人在操作啊,会会收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验证码,你把验证码收取之后啊,就可以绑定这个信用卡,或者是debit卡,OK,然后呢,这是一种方法啊,这是一种方法,你就可以回国之后呢,用这个去扫啊,去付费,或者去怎么样啊,可以用,但是呢,但是呢,这个啊,我建议大家啊,再多做一步啊,多做一步什么呢,有个身份验证啊,有个身份验证的,你绑定这个银行卡,信用卡之后呢, 啊,你如果再去这个wallet啊,它会有一个,呃,验证你的identification啊,验证你身份的啊,一个,验证身份的,大家对这个中国的很多的这个实名东西啊,什么连踩刀就都实名了啊,都实名制了啊,这个对实名制或者验证你的身份比较反感啊,但是没有办法啊,这是唯一的一个能解决这个后面出现问题的一个方法啊,我建议大家在回国之前啊,把这个先做好啊,避免一个问题啊,什么问题呢,就是 在我回国的时候啊,用这个微信配的时候啊,阿里配是一样啊,我得说微信配,用的时候呢,绑定的是信用卡啊,信用卡,当用到400多块钱的时候啊,这个微信啊,就付费不能用了啊,他在微信那边给你停住了,就说,哎,你现在一定要验证你的身份啊,验证身份怎么验证呢,一个是你如果是中国身份的,用你身份证,你如果是美国身份的啊,就可以用你的护照啊,就要用你的护照啊,就要用你的 你的护照,把护照拍个照片给他传过去,他官方给你的这个这个feedback,就是说啊,24小时内,48小时之内啊,其实呢,用不了这么时间啊,一般几十分钟,你会收到对方的反馈啊,说你合格不合格,一般我这就是做了两次,第一次护照,说是不太清楚,又弄了一次啊,第二次回来了,就说,哎,可以了,所以说呢,你如果只设定了这个信用卡,绑定了信用卡,或者银行卡,没有做这个身份的验证啊,核实验证, 这一关的话呢,在你回中国用的时候啊,一定会出现这个问题啊,但是什么时候出现啊,没有人知道啊,因为这个用的钱的额度啊,不一样,在,我再说一下,在五年之前我回去,2019年回去的时候呢,我当时就是有人给我打钱过来啊,当时还没有,没有这个实验证这么严啊,就是给我打钱过来,打了一千块钱人民币啊,我只用了几十块钱啊,就用不了了, 他让我要验证身份啊,我就一直没有验证,到拖了这五年之后啊,我在回中国开个账户啊,才验证的,才验证的,就是说,这个额度,你花多少啊,我不知道它确,是不是有一个额度啊,是个确实多少钱啊,不知道,所以说呢,如果你回国用的时候啊, 当你付款的时候,有可能啊,在某一天,某一个时间啊,某一个环节,在你用这个微信或者阿里,这个付费的时候啊,会停住啊,你不用,你就是用不了了,你必须验证身份之后才能用啊,你要如果当时,你身上又没有现金的话啊, 啊,所以说很麻烦,你只能这,这笔,这个购物会,会被取消啊,如果你有现金的话,付给对方,对方如果收的话,也没有什么问题,麻烦就是啊,最后,哎,看这东西,最后不能成交啊,最后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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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purchase,不能继续下去, 所以说呢,建议啊,在回国之前啊,把这个验定身份这一个,这一步啊,做了,把验定身份这一步做了啊,甭管怎么样,他就是只是看你一个下,你的护照照片啊,或者身份证的照片,你给他传过去啊,所有的这些程序啊,就基本上完全符合了他这个微信或者阿里配的他的要求,在回去之后啊,就不会出现这个,呃,用这个阿里或者微信配啊, 会这个停用的问题